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F5 TTS 这个项目呢我们之前发过 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更新 这个项目是做声音克隆的 这个效果非常的不错 是一个比较轻量级的这样一个项目 最近它更新到了1.1.6 这个中间更新了好多东西 我们应该是去年发的 我试了一下,效果确实不错 比上一版应该要强 这也不看了,我们直接看项目吧 这个是今天的包 11.5G 这个体积呢也不算太大 大家自己下,下完之后呢点进来 这边有两个启动 因为这个项目呢 它这个模型呢 其实我都给大家下好了 就在这 但是这个项目呢 它在这个启动之前呢 会有一次联网 所以就做了两个启动 这个大家根据你的网络情况 然后自己来启动一下 然后我们就选择一个国内的这个园 这个启动还是比较快的 这个大家稍等一下 好,我们看到这边有个地址 点一下 这样就启动了 这个界面呢 其实比较简洁 没什么猜脑可说的 所以我们直接做例子 这边呢有三个模型 我们就主要是说这个F5TTSV1 这个模型 待会呢 这两个可以随便试一下 效果差不多 我们选一个模型 听一下这个效果 对,这就是我万人敬仰的太义真人 这个声音是比较有特性的啊 因为它是一个方言 对吧 我这边直接荡下来的 呃,我们还是用它这个文字 我们来看这个方言的效果 方言克隆没问题的话 那这个普通话肯定是没问题的 然后它这个 还有英文肯定是没问题的 好,我们直接点这个开始吧 然后这边说一下其他内容 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这个框框 这个是传这个文件的 呃,如果说你这个文字比较长 对吧 那么你可以把文件直接拖到这 TXT后缀的这样一个文本 放到文本里 然后把它拖到这 这边也是啊 这边有一个这个高级选项 呃,这一项呢 就是这个前面这句话 这个音频的这个文字 对应的文字内容 它会自己检测 如果说你这个音频啊 是不太好读取的那种 就不太好识别的那种音频 那么你这边最好是自己 把这个语言写上去 这样也是可以的啊 这边也是啊 就是如果你这边文字比较长的话 那么你可以用这个 TXT后缀的文件 把它拖到这里 也行 随机种着啊 这个不用说 大家都懂啊 这一项的话是移除静音 就是把这个 如果你声音里面好多静音的话 那么可以移除掉 但是我这边没勾 这个效果上应该差不多 下面的啥不用说了啊 这个效果出来了是吧 非常的快 我们直接听一下 这个文字应该是这儿啊 突然身边一阵笑声 我看着他们 意气风发地 挺直了胸膛 甩了甩那 稍显肉感的双帝 轻笑道 我身上的肉 是为了眼 是我爆棚的魅力 否则 岂不下坏了你们呢 这个声音还是不错的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啊 听起来也是很好 那么这个对方言的克隆 是非常的棒 当然我们普通话肯定没问题啊 然后来试一下英语吧 它这个英文 我们还是用它这个 把这个语言贴过来 至于这个音频的话 我也搭下来了 填一下啊 are you familiar with it slice the steak and place the strips on top then garnish with the dried cranberries pine nuts and blue cheese 它这个声音也是非常有特性的 然后我们还是点这个 这边它还是会自动去解析 这个音频 所对应的文字内容 看这边有这个解析 它应该是解析出来的一节 它会自动填到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非常的方便的 其他我们带一下结果 出来了是吧 非常快啊 perhaps they are driven by the delicious blend of flavors or it could be the appealing visual presentation at the end of the day our choices in food reflect our personal preferences and sometimes even our lifestyle or belief system 它这个声音非常有特点 那么我们只要一听 那就知道跟这个克隆的效果 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这是第一个这个克隆 然后这边还有其他的模型 我们这个试一下这个一二吧 还是直接点的开始 还是用这个音频 其实我试一下 听不出来有太大区别 好出来了 非常的快 我们再来听一下 perhaps they are driven by the delicious blend of flavors or it could be the appealing visual presentation at the end of the day our choices in food reflect our personal preferences and sometimes even our lifestyle or belief system 好声音听完了 这两个模型效果都差不多 还是不错的 最后这个其实也一样 我们也来点一下吧 听一下怎么样 出来了非常快 再来听一下 perhaps they are driven by the delicious blend of flavors or it could be the appealing visual presentation 停一半大家听到了效果其实差不多 反正我是听不出来太大区别 效果都很好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 这个是 我们还是模型切换回来 还是这个第一个 这个第二个呢 是可以做对话 就是你可以创造两个角色 或者三个角色 这种 然后用角色的方式 然后去做不同的语言 然后比方说我们第一个 就这个 然后我们把刚才这个音频 还是这个 对 就是一个太义真人 这个 这边我们需要把它这个文字填进来 因为是这儿 这就是我万人景仰的太义真人 然后下面我们再添加个新的角色 点这个 然后这边随便找一个 再来找个声音 这个吧 防止非常破旧 因为年久失修 好就这个啊 我们把这个文字打进来 好 这边文字已经写好了 这个就不管了 就有两个角色 我们下面的编一个对话 这个对话 我们直接这个 点一下这个啊 这个是第一个人 然后我们给他写一段对话 比如说这个 你好 出去嘛 然后再来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也是啊 点一下 这样就过来了 然后 我去 我去露顶跳舞 我们就两句话 简单一些 可以直接点这个开始了 好 这个我们等一下这个结果 听一下啊 你好 出去吗 不我去楼顶跳舞 就这个对话 大家听到了 那么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 可以用这个来编对话 我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呢 是这个 第二个 那么通过这个添加身份 然后来这个生成对应的对话 那么他这边呢 还给另一种方式啊 就这个 我们把这些复制过来 好 直接替换掉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 他前面这个括号里面 代表这个词呢 他代表这句话的一个语气 我给大家翻一下 惊讶 难过 生气 大喊 对吧 这些代表语气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大家发现这边是不能点灰色的 因为这个 他这边只有两个角色 所以我们这边呢 需要这个 把这些 没有添加角色的删掉 我们就这两个角色嘛 对吧 这样 然后他就好了啊 然后点这个开始 让他生成语音 听一下效果怎么样 出来了 听一下 Hello I'd like to order a sandwich please You know what Darn you and your little shop 大家听到了吧 跟这个参考音频的这个 非常的像 然后呢 这个语言里面带了这个语气 这就是这个工具的用法 这边还有一个 但这个呢 我没有试啊 这边这两个模型我也没给大家下载 如果大家有想用的话 你自己下载 就是你通过语音 然后跟这个一个机器人吧 然后你跟他对话 就你问他什么 他就回答你 这些功能感觉没什么意思啊 所以我这边没有去搞他 两个启动员 只要你选对了 那么这边的模型会自动下载 就给大家自己试吧 好 今天内容基本就得谢 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自己下载 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